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来去学 我的讲义搭配有英文跟中文 因为我们的画面是英文 所以我讲了一个中文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开始 酸暗见智 来去把素材都放进去 好 所以请你要跟着我一起做 我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要先去自己的C叠底下 自己C叠底下 我们先建立一个专属的资料夹 例如说 2018 0202 PR 中科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麻烦请把刚刚下载下来的中科的全景 以及什么音乐 直接 比如说简架放到这里面 除了这个以外 自己手机里面 麻烦请你稍微注意 手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影片 手机里面的影片 手机里面的影片 请把它剪下贴到这边 贴到自己专属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这叫做什么 IMG 大家都叫IMG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影片是什么 好 现在我就要教你 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就是跑街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建议各位先把影片名称改掉 改成中文 你看得懂的 举例来说 这个叫做 跑街 接下来快速点两下 这是跑街二 刚才是跑街一 现在是跑街二 你还不要先调整顺序 你还不要先编号 就是你把例如说 有跑街一 跑街二 这又是另外一种跑街 好 接下来快速点一个好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学校景点的一个介绍 那例如说 这个我就取名叫做漫步 好 那请问你觉得你要先介绍 跑街还是漫步 然后最后例如说 我会有一个 例如说最后我想要有一个 投篮 投篮 进 OK 我只要他投篮 进 这个动作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写 篮球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已经有知道有太阅 有照片 好 那这四部影片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编他的顺序了 请问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想要先先跑街好了 跑街 所以我在前面先编01 然后跑街二当就是也是01 接下来这是不是漫步 所以我就编02 然后这是就是我的那个场景啦 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 第三个场景 然后假设我这边有第三个场景 篮球 好 03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把我的脚本脚本的影片名称 我先排好了 OK 就请你先做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配合你的脚本哦 来麻烦请先完成 请把你拍的脚本先编好素材编好 谢谢大家